欢迎你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你喜欢吃炒饭吗 你看到炒个饭居然要翻锅60次 台北有一家客家餐厅的招牌菜 这个茶虾饭就是用顶级炒虾跟苦茶油来炒的 制作过程就是这么费工 每到假日老板一天要炒个四五十锅 那么翻锅的次数呢超过了两千次 炒到这手都快要拉伤了 年轻老板说苦茶油一定要均匀的附着在每一粒米上面 这个饭呢吃起来才会粒粒分明 而这样的美味坚持来自于她的母亲 我们带您看看这个母子客家菜的故事 炒虾用苦茶油炒到酥脆 混到鲜虾的甘甜和香气融入油里 再把饭倒入锅内快速翻炒 两斤重的白饭至少翻锅六十次 翻到苦茶油均匀附着在每粒米上 这道耗时间耗体力的养生料理叫做茶虾饭 是店里的独家招牌 主厨谢伯勋说 假日一天要炒四五十锅茶虾饭 翻锅次数超过两千次 这样子的出锅大男人都觉得吃力 这很重 非常重 女孩子拿不太动 重归重 谢妈妈十几年下来 就是这样翻着锅子 翻到手臂都受伤变形 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一直翻了 实际上我儿子力气还有 最起码要六七十次 这样子翻那个 翻到那个白米翻粒粒分明 结婚以前 谢妈妈不曾进过厨房 结婚以后还有佣人煮饭 一直到先生的房地产事业 投资失利 五千万的资金又被贷书卷款逃跑 后来先生入狱了 谢妈妈扛着上亿元的债务 还要独立抚养四个孩子 一夕之间从天堂跌到十八层地狱 为了养家 她找了合伙人一起经营羊肉炉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合伙人又落跑了 那真的那时候真的也是走投无路了 那个时候的心境真的 想到还是很想哭 对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日子一天好像 过了好像十年就感觉是十年在过的日子 真的我自己都躲在被子里面哭 为什么我们本来好好的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要那么相信人 这种让我体会到人生 才知道说人的日子该怎么再从头开始走 都过了十几年 讲到过往辛酸 谢妈妈还是忍不住落泪 还好当时一位姐妹及时借她一笔钱 让羊肉炉店能继续一夜下去 但是客人就是不上门 我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如果我没有再这样子 没有坐下去来讲 我的人生真的 以我的一家都真的都完蛋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啊 几乎没有客人 然后每天啊 大概到一点 一点的时候 等到凌晨一两点 然后大家都打烊了 然后我们才跟着打烊回家 那时候 然后早上五点又要起来 去买菜去大菜市场买菜 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很辛苦 那你有看到妈妈在偷偷吗 不知道 没有看到过 没有啦 她很坚强啊 就是我们在咬着牙根 很多事情都 没生意 孩子还是要养 钱还是要还 她忽然想到 既然身上流着客家人的血 何不卖客家的菜呢 她努力回想小时候 阿嬷端上餐桌的菜色 像是茶虾饭 客家小炒 姜丝大肠 这些存在基因里头的食谱 神奇似的一道一道冒出来 那环境遇上了 她就很多想法 还有那个以前的经验 不然融合在一起 到现在我还很怀疑 我妈的手艺怎么来的 真的忽然跑出来了 她还没有去学过 为了打知名度 谢妈妈打出50元低价促销 这招果然奏效 客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谢妈妈穿着布鞋 在小小的厨房 忙到天昏地暗 心里却踏实许多 差不多四点半进来到 差不多四点半进去 算了 对 真的客人 哇 很多很多 一直涌进来 吵得我真的 夜吵我心里上 如果这样子来讲 我的儿子儿女 也有 可以一直在读书的希望 当时准备当兵的大儿子 谢博勋 心疼妈妈瘦到只剩下 37公斤 骑身买菜又摔车跌倒 入午后 自愿到军中火防工作 想学些厨艺 为午后好帮妈妈的忙 就是什么都不会 就是为了回来 可以帮上忙 就是在部队里面 就进火防 入部队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不会 然后也被学长 骂到臭头 经过火防的魔鬼训练 谢博勋的手艺 斤斤不少 再加上妈妈的调教 很快的 已经能够当一面 到现在十几个年头了 到现在全年无休了 的确 该让他好好休息 妈妈交给我吧 你这个儿子真的很好 羊肉炉转型客家菜后 短短五年 借妈妈还清上亿为的债务 爸爸是个孩子成家立业 小店也大有名气 许多名人都是做上宾 这一天 杨明大学生化所的教授 蔡英杰 就带着学生来这里聚餐 这边是我家的厨房 一般客家菜会比较油 比较咸 因为我不曉得是不是改良 可是就是它的口感 就很适合我们吃 它的大肠波很能咬 有些人就是大肠 很像小米鲸鸡 那样的软化的口感 现在 是俗称情人的眼泪的雨来菇 夏天吃起来特别清爽开胃 明明无债 五事一身轻 谢妈妈还是闲不下来 厨房的活儿儿子不准她多做 她就负责看着茶虾饭使用的 顶级苦茶油 老人家亲自跑到制油厂监督 避免业者偷工减料 这是我们自己带便当去照顾 去压出来的东西 好香喔 对啊 厨房很小 可是就是充满了感情 小小的厨房飘出来的不只有菜香 还有浓得化不开的清醒温暖 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 一家人紧紧牵着手度过 谢家的客家菜 吃得到好多好多的爱